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呢 我想继续跟大家讲回了 昨天那个吉兰丹 周一元啊 被玄空议席的这个课题了哈 这个课题呢 哈 其实不止 只是涉及这个 吉兰丹 周一元了啊 现在国会里面呢 有六个这个土团的 叛将 然后呢 在这个 雪兰丹的周一元里面呢 也有一个是土团的叛将啊 然后呢 他们呢 到最后在这个反跳槽法之下 他们的命运是怎样啊 还是个位置数啊 哈 但是 现在有了这个吉兰丹 周一元被砍了第一刀过后呢 哈 啊 这个雪兰丹的周一元 还有这个六个 国会员呢 哈 他们的命运呢 哈 很可能呢 啊 也会是一样的下场啊 哈 ok so 在这里呢 哈 我就想继续跟大家谈一个 啊 技术上的细节了哈 啊 就是呢 现在呢 这个 吉兰丹 周的议长啊 哈 他是盖住眼睛 要管 这个 吉兰丹的这个土团周一元 到底是不是被土团开除了啊 他是不是被开除 我已经完全没有兴趣知道了 我现在只知道 这个土团啊 他告诉我啊 要悬空一期 所以我就悬空了啊 ok 真的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土团叫我悬空 我就悬空了啊 ok so 如果这个cast 我们带到来这个雪州议会 还有这个国会了哈 ok 要怎样处置那个雪州的土团议员 还有这个六个啊 土团的国会员啊 你想一下了哈 ok 如果你是国会议长啊 啊 现在啦 土团呢 也是呢 一样话忽如的跟你讲一句 哎 那六个国会员啊 我土团我现在叫你悬空一期啊 你悬空啊 so 如果我是议长的话 啊 难道我要像季兰丹州议长这样 哦 你叫我悬空我就悬空哦 是这样吗 啊 ok so 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反跳招法里面有一条细节是 如果这一个国会员呢 他是被他的政党开除党籍的话 他就马上恢复自由身 他不需要悬空一期 这个是最关键的地方 ok 现在 如果是一个政党 啊 他现在跟你议长说 哦 因为叮叮咚咚咚哒哒哒哒的因素 所以呢 这一个议员呢 已经自动失去党籍了 啊 所以呢 啊 现在呢 议长 你可以悬空他一期了 啊 如果我是议长的话 我一定有个问题要问 我要怎样确保你不是开除他呢 啊 啊 现在完全是你政党啊 啊 一面子失败了哦 啊 啊 比如说 你政党 你现在很想开除这个人 啊 啊 然后呢 你事实上 你真的是开除他了 啊 但是呢 你现在跟我哔哩巴拉一大堆啊 他有的没的理由 然后叫我悬空他一起 啊 啊 也绝对有这个可能哦 啊 你想一下 啊 如果你是政党 你现在很想开除一个言 你真的开除啊 啊 啊 照罗来讲的话 你开除他的话 他要恢复自由身的 但是 你现在你跟这个议长讲了 一大堆大龙放过后 然后你叫他悬空他一起 你这样可以吗 你是不是觉得不可以呢 啊 我也是觉得不可以 老实讲 啊 所以呢 这个议长呢 其实是有这一个议务的 啊 叫这个 啊 相关的政党 请你出示证据 啊 你不是主动开除掉这一个议员 啊 OK so 在这里呢 我就想举一个行动党的例子 啊 行动党是最早修改党章来 啊 这个 啊 填补这个 啊 漏洞了 OK 这个行动党的例子 其实是非常简单粗暴的 虽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机会用到 但是如果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它是很简单粗暴的 而且是立杆见影啊 啊 就这样 当 这个行动党的议员 在国会还是州议会 需要做什么重大的表决的时候 比如说要选首相 或者是要投票表决的时候 他们行动党的中央理事会呢 就会出一个书面的通知给所有相关的议员 我们在国会里面 我们只可以有这一个立场 这一个是我们党官方的立场 啊 啊 谁也不可以违背这个立场 啊 当去到了国会 啊 如果有一个议员 他违背了这个立场 啊 他 啊 投对面那票 他没有投自己那票的话 啊 这时候呢 啊 就是最正确凿 啊 这时候呢 这个 行动党的党变呢 就可以带着这个议员 去到这个议长面前说 他在国会里面 啊 在表决的时候 违背了我们 啊 啊 行动党 啊 白纸黑字的官方立场 啊 所以 最正确凿 可以宣控他一起了 啊 啊 来到这个点的时候 没有得拗恶啊 啊 啊 OK 是没有得拗恶啊 啊 因为真的是白纸黑字的 然后 现在 我们看回土团的例子 土团的这个 啊 当边 他可能跟这个议长说 我家的议员叛乱了啊 啊 所以呢 啊 现在呢 我们重视他党纪啊 啊 但是 不是开除啊 啊 但是慕尤丁其实嘴巴已经走了 是开除啊 所以我也是觉得很乱啊 啊 啊 你明明知道了 开除党纪是可以回复自由身的 但是你 偏偏你讲出来了 开除党纪啊 啊 我也是觉得很混乱啊 啊 OK 好 So 现在你这个土团的党别 你就跟议长说 啊 啊 啊 这些议员被终止党纪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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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管他开除不开除 你宣控他一起就是啊 啊 所以你不觉得很模糊啊 啊 你没有足够的证据 没有像我刚才讲的那个行动党的例子 啊 这种足够的证据 啊 现在 你家的党员 那六个判决的议员 他有没有在国会表决的时候 啊 啊 投你家的反对票 没有吗 是不是 啊 这样你没有证据啊 啊 其实你要有证据也是可以的 我也讲过了啦 你要的证据也很简单 就是你叫那个议员来到议长面前对峙 现在给你最后一只机会 你要指示安化 还是要指示木顶 如果他讲他要指示安化的话 这样没有办法 也是最正确的 只要白纸黑字 所以我必须选控你一起 但是啊 你有没有发现到啊 土团到现在都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啊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你要选控他一起 其实啊 你走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但是土团死都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啊 OK 啊 里面肯定有毛逆啊 我是认为土团自己都不想要补选啊 OK so 现在啊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啊 就是你身为议长 你要如何确保这个政党不是开除到这个议员啊 你需要这个政党出示这个证据 然后这个证据呢 必须要非常具体的啊 而不是你党边的一面支持啊 因为叮叮咚咚所以他终止党记了啊 so 终止党记有两种啊 一种是因为触犯党章而终止党记啊 但也是你讲罢了 因为在国会里面 我没有看到实际的证据啊 然后第二种就是你开除他咯 但是如果你开除他的话 他就马上恢复自由身了 到底是哪一个啊 OK 好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这个技术问题到底卡在哪里啊 其实就卡在呢 这个议长呢 他到最后呢 要不要跳过这个开除不开除这一 一个环节啊 如果他要学这个吉兰坛的一长这样 OK 很简单啊 就是我跳过这个啊 开除不开除的环节 然后我盖住眼睛 直接你突然叫我宣公 我就宣公咯啊 可以的吗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